美國當地時間3月25日 美國拜登政府與台灣簽署海巡合作備忘錄 專家認為 這個備忘錄有包括反制中共海警法 揭指中共的不當海上抗權等四大意義 未來美台將會有更多緊密合作 根據中央社報導 美國在台協會AIT表示 在美國國務院代理亞太助興 金城與美國海岸防衛隊 國際事務處長卡塔爾多的見證下 AIT執行理事 南庚和駐美代表蕭美琴 今天簽署合作備忘錄 設立海巡工作小組 這是拜登任內美台簽署的首份備忘錄 改善雙邊溝通 建立合作和資訊分享 另外保存海上資源 降低非法 未報告及不受規範餘業 以及參加海上聯合搜救任務 和海上環境因應活動等作為共同目標 台灣軍事專家 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 蘇紫雲 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 這份備忘錄的簽署 有四大重要意義 這是拜登第一個和台灣簽署的備忘錄 而且他的敏感度 會高於之前特朗普時期簽署的衛生合作 還有產業合作備忘錄 蘇紫雲認為 海巡單位是屬於半軍事武力單位 它雖然不是正規軍 但是也是武裝的單位 美台這種合作 雙方未來可能有一些聯合行動 這是第二個重要意義 蘇紫雲進一步分析 因為中共海警法宣布生效 但是中共海巡法的確和國際慣例 發規有一些不相容的地方 太過侵略性 包括不警告就使用武力等等這些問題 台灣和美國簽訂海巡的合作 也是在揭指中共不當海上抗權 這是其三 蘇紫雲表示 拜登說話說 中共骨子裡沒有民主 包括海巡合作備忘錄的簽訂 顯示華盛頓方面 戰略模糊 越來越走向 戰略清晰 這是第四點意義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蘇紫雲強調 在這樣的氣氛和趨勢之下 美國戰略越來越清晰 台灣和美國未來類似的安全合作 也會更多